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念一下广告 感谢真真饮品的大力协助 回味经典只喝正宗 荔枝还是真真好 牵手成功的男女嘉宾将会获得 由吉利省环球国际旅行社 提供的港澳豪华五日游 感谢玉米高产品种 金元五的大力协助 金元五 碎粗杭多角质粮 农民秋收烤卖粮 感谢森林阳光地板 对全城热恋的大力支持 森林阳光地板 用艺术承载拼花地板 用品质承诺完美生活 欢迎来自德荣天下集团的朋友们 德荣天下邀您畅想 财富新生活 同时呢还要感谢 同志街西康胡同 八杂韩国精品女装 和卓姿乔雅 对于主持人服装的支持 再次表示感谢 好嘞 16位姑娘已经准备好了 首先有请的是 我们今天的第一位小伙子 这位小伙子 曾经是一位大厨 还获得过中国古法 参议大赛的一等奖 来 我们掌声有请这位大厨 东北野儿 九十八 有我有我 交产投产 始终观光 好轻观张 中央一门下苦肉长 东北野儿 接到那个墙 东北东着火海 东北新的火 就麻烦空快 成人的火海 我来等你来 大家好 我叫随金鹏 来自长春 我的爱情缺义是 中餐西餐都在行 找个姑娘要温柔大方 好 今天这个装复 超帅 这个精气神啊 而且这个气场啊 就不一样 这是不是就刚才 我说的那个 对对对对 古法的 就是中华 中华胡法 胡法美食大菜 上场就把一个最爱吃的 一个姑娘给灭了 真是怕我给你吃黄了 你以后开饭店了 会不会 那个不是 因为我个人有一种 就是 我比较不太喜欢胖人 你说你一个厨师 你找一个媳妇 嘎瘦嘎瘦的 那谁呢 哎妈 这是做饭 肯定不能好吃 你一抽我拎我厨去 哎妈 这是做饭 得老好吃 我得上他家吃去 要不然他媳妇 能吃这么胖的 对 你说的没错啊 对对对 这个我给你点赞了 你要领个十三号出去说 哎呀 这家饭店好像不能火 你领十五号出去 哎妈 这饭店这就行啊 我有另一种解法 你说 他要领十五号出去 没准有一种解释 就是说 他家做饭 只定不好吃 剩菜剩饭 全让他喜欢吃 现在是十六个姑娘看一下 对谁的感觉最好 选一下一张人 随金鹏 好 来看一下第一个短片 现在是我的道路 古法大菜一等奖 还有法国蓝带的大奖 不过做厨师 这是我以前的工作了 我现在自己开了一家烧烤店 要问我店里啥是特色 吃啥啥就是特色 因为我平时性格就是五五旋旋 能张的那种 基本上能把死人忽悠活了 能把正常人忽悠全了 所以啊 我不能找一个 跟我一样五五旋旋的人 因为我现在正在做事业的时候 所以我坚决不能找 整天跟我俩黏了裤叉的 有时候我朋友跟他媳妇 在我面前秀恩爱 我就特别看不上 有啥可黏了裤叉的 我就是这样一个五五旋旋的金鹏 现在通过自己的努力 已经在长迟买了自己的房子 在迪旺 不算大一百平左右 现在也有自己的一辆奔腾小汽车 如果你看我这个潜力股 我一定给你一个美好的未来 把那个大厨的衣服换去了之后 生活当中又是另外一种感觉了 四号都院 男嘉宾你好 你刚才在VCR里说 你能把死人忽悠活了 我挺不服的 我本身的性格也是五五旋旋的那种 然后我是今年大学刚毕业 我大学从上大学开始 我就作为上做营销导师 你不是能把死人忽悠活了吗 你忽悠忽悠活呗现在 你下来试试 跟着我 看着我 一 二 三 笑 叫忽悠吗 我说的忽悠是那种 你说一个比较假的东西 你不是能把死人忽悠活了吗 你说一个比较假的东西 然后让我来相信 就这种叫忽悠 你今天长得真漂亮 你穿得太漂亮了 包括气质 头发 而且还大学毕业 太优秀了 我控制一下我积极 我不打你 你知道吗 我也知道 甭管你承不承认 现在你已经是 我觉得我给他挖了一个坑 然后他给我整下来了 你别干出去了 驱财了 现在不干了 现在不干了 你去干传修 你早起来了 是吗 明天我试试 我可以考虑 对 你别忽悠了 我看你好像要忽悠了 传修是为啥的 你回去吧 你回去吧 回去吧 我看你是要忽悠了 可以吗 吓死我了 要反套了 是 来 11号 我感觉真正喜欢一个人 应该是一种大爱 是一种包容 而且不是每天两个人都在一起 腻腻歪歪那种 我感觉我这种性格 就不适合找 比我小的 或者像我同领的这种 我想找一个 不管他多大 就跟我的思想能够同步 你想找个老板娘吗 帮你执这摊 我不想找老板娘 为啥呢 因为我走过餐野行业 这么多年了 我见到的顾客 见到的喝多的人 见到的侥幸的人 太多太多了 因为我感觉我 去面对这一件事情 面对这一样 就已经够了 我不想再 让我的另一半 再去面对一个喝醉的客人 可能指指点点的 我受不了 好 好 你看我说他成熟嘛 就是这番话说 其实暖男 不是说洗脚啊 不是说拎包就暖男 刚才说的这番话 也不暖男 暖不暖 真的 看一下第二个 我们再了解 我出了这对象 印象最深的 就是一个空姐 出空姐好啊 因为不黏人 一年到头来 也看不着一次 这样来讲太好了 所以说就选择分了 听说台上又有空姐 这回不打算再找了 直号彭玉 你总说找一个炫酷的 刺激一点的 你能告诉我 这是啥感觉吗 是要飞吗 说了这么多 也不知道 有多少喜欢我这款的 我掐指一算 跟着我肯定会幸福的 不信走着瞧 谁好 冯玉 你好 小伙 我想问一下 你理解的酷炫 是什么样的 其实我不懂什么酷炫 真的 不懂 我还今天这样 想问问你 什么是真正的贼 那种酷炫 你看他不懂 你这个酷炫 你给他解释解释 酷炫 自面上的理解 贤为潮流 另类 在我理解不一样 我一定要做一个酷炫的人 不要听大人经验 就去人生的路里去走 我想做我这个时代标杆 不去看别人 专心看自己脚下的路 做自己的事 没有无所事实人生 只有无所事的人生态度 精神匮乏 换一万种地方 一万种生活方式 也是雷同 我一定要酷炫到了 好 非常好 但是我讲的都是一点 说你假如想找一个对象 也是那么特别酷炫的 那完了 你俩就天天在家酷炫了 然后等酷炫到最后了以后 那谁去赚钱呢 我不能每天上班的时候 给你俩发个视频 一顿酷炫在单位 你力气还是不对 不知道这种酷炫 两个人在一起 酷炫和赚钱 不产生任何关系 你觉得我酷吗 我觉得挺炫的 今天在节目当中看到的 彭玉就觉得是一个 好像很不成熟的 一个酷炫的一个少女 彭玉在工作当中 做得非常好 对 我昨天四点多才睡了觉 就一直在忙工作 他在银行上班 而且前一段时间还升职了 做了一个他们单位的 一个小主管 他在工作上是非常认真的 而且做得也非常出色 只不过他的这个人生态度 这个观点是做一个酷炫的人 但你刚才听他讲酷炫的 其实跟你的很多想法也是一样 只不过说法不一样而已 对 你会发现 对不对 人挺好 对 这样的酷炫姑娘 能入你的发言过吗 都挺好的 都挺好 还没说完呢 我这么酷 还都挺好的 你要是说我的话 我这个 我本来就留灯这块 我觉得还行 我觉得还行 长得也挺帅的 还切的东西 切挺好的 起码我不会 这点我觉得挺酷的 这么一说完了 就坚定我的这个决定了 灭了 我真觉得今天金方整 没了都 完全还有 我也觉得应该会有 其实呢 今天来到这个舞台上 第一是找对象 第二也是提升我自己 一个丰富度 因为站在这个舞台上 能磨练很多人 他的心性 他的脾气 他的沉稳度 而且还面临着 这么多漂亮的姑娘 所以说压力很大 这也是对自己 一个修养 一种修炼吧 谢谢啊 谢谢啊 可能是像我的盲鱼事业 他时间很紧 23岁谈恋爱 正应该是一个 相互粘活的时候 但是我觉得他可能把更多的时间 留给自己的视野 留给两个人的未来 是不是 对 你是18岁就开始做什么 我14岁从事餐饮行业 14岁就出来了 18岁就成名了 那时候就已经包厨房了 在长春就已经包厨房了 18的时候就开始包厨房了 那么小人 你能放心给你吗 那时候 那时候我就说我自己24 或者25 因为跟每个老板去谈 都不一样 因为他们不会把 五六万块钱的月薪 然后交给你医院的手里 因为你的技术很高 但是他看着 他第一个看你是简历 所以说先出技术 去吸引他 打动他 然后再告诉他 我不是多大多大多大 我这个东西我才能调取 也都是被抵抵的是不是 对 那你没办法 出类的也比较早 部位社会也比较早 打动了那个 其实他的思想挺成熟的 今天魅力全部都呈现出来了 可能你自己自身的魅力 不一定能全部 但我们最少能看到的 大男孩 但是小甜味了 是不是 是的 我觉得这样的男孩 在东北是非常非常招勇喜欢 来 缘分天使送给你 加油 谢谢 谢谢 我就像那一只 隐纯的逍遥 努力挣脱 冲向蓝天怀抱 等快一圈 这一圈才不行 我下一圈再来 学美容美发美甲化妆设影 到长春郎梦学校 长春郎梦学校携手全城热恋 让梦想成真 感谢位于沈阳华府 今天第二期 副一层的请进婚恋 为全城热恋辽宁省嘉宾 提供的见面会的场地支持 专注酸奶20年军乐宝入选国家品牌计划 喝酸奶就喝军乐宝 接下来出场的是我们今天的第二位小伙子 来 掌声有请 全城热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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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舞台我才能来 宫贝脸儿就是吧 要我懂我教掌偷掌 心心惯惯好轻关张 终于恩杀骨肉长 余杰拿锅上 太好了太好了来 这是你们家的剥米吗 对没有花培 看看我这岁居然是花剥米 啥人招啥剥米我跟你讲 不错我尝一口 非常好吃来 给大家做一下自我介绍 到现在没介绍呢 大家光知道吃都是吃货 大家好我来自西林 今天我二十 我们吃着你说着别紧张 大家好 我叫华美少来自西林 今天二十五岁 我的爱情宣言是 我是农村踏实小伙 来找个第五盆 来 到谁吃饱米了 四海杜月你想说啥杜月 我咋的呀 我差哪儿啊 我一共上三期节目 被灭第二次了 关键是你嘴太烈了 我想找个踏实点 不要找太烈了 我嘴太烈不代表 没有人不踏实 我是摩羯座 我也是干事业的呀 没有对吗 我这一个二十一岁小姑娘 上来三期让人灭两次 我这脸往哪儿搁呢 包衣服 行了你给我一碎包米 咱俩扯平了 你因为啥灭她的 当然是因为她太厉害了 对 小伙儿接下来看一下 十六个姑娘 选一下一中人 翻交啊 你不是最近减肥吗 哎呀这家啃的 好 来看一下我们这小伙儿的第一个片了解一下 哎哎哎哎 大家好 我是王美潮 今天二十五月 我就是一个农村实际在在的小伙儿 别人都说种的谷种的类 我就觉得挺有意思的 腿里跟我差不多大的 正是想着出去打工 可我是觉得农村挺好 谁说到城里打工才要出去 我觉得咱就是个农民 能把地种名也挺牛 你跳大路又 从我从我家 我家突然有 亮亮山墙 山墙 我家现在有十个长水田 夏天我跟我爸送水田 一年能挣二多 我妈当越少 有钻业让 还继续学习 一个月能挣四五千块 虽然我家不差这点钱 能挣点试点 冬天我还跟我爸收梁 一年还能挣个十多 谁的欲望 谁的战场 我家能设备啥都有 这是悬梗水田悬梗五四 这是隧道收货机 隧道擦擦擦机 我这往说猪 还能对付点 我家在这个腿里边 条件还行 说第二门敢说第一 我一直有个愿望 我想当地主 你愿意做我的地主河吗 来 几号 四号 核岳 其实我家也是农村的 我爸 我妈也是 现在主要我爸是种地 也是地也不少 我爸一个人还挺忙不过来的 我还觉得 对你挺中意的 你说你上来卡就给我灭了 你们不能出眼门吗 不 吉林的吗 不 吉林的吗 对啊 还行 吉林的 你家在哪儿 核岳 白城 陶南 陶南跟吉林这儿 离得远不远呢 有点远 那你妈不晕车吗 能走吗 我也不能坐这 站这儿就等 陶南 白城的来找我呀 那得等哪百年 我三十都嫁不出去 二十一来的 一站站九年 太可人了 你相中小伙啥了 就挺能干的呀 那么多地 干冬活肯定挺辛苦的 而且你看夏天种地 冬天你还收凉 就是也不闲着 我们家就 Aventure那块 冬天那帮小伙都出现 打铺块 赌钱 喝酒 天天上 该礼 潇洒 消费 夏天挣钱 冬天消费 我看你冬天还 自己忙自己的事业 我挺佩服你这点的 觉得你特别不错 我有个小鸡 今天想在农村 想说她的时候在农村 希望大臣是没错的 刚才小伙短片里 轮那麻袋特别有魅力 值着 能干 是 这不老能挣钱了 是 一年能挣多少啊 二十来万吧 没有 你为啥不像其他那些小伙子 就是都那个 就到城 那个到外面去打工 不在那个农村待着呢 我跟他们不一样 他们打工是 连环房贷 一个月的挣三件老爷 我这一年挣二的 我跟他们 没有可比进去 所以你觉得就是 与其到外面去打工 还不如在家里 手铺 然后呢 多挣点钱呢 对 是吗 对 所以就是 比官二代 富二代 什么二代 我觉得更自豪的 还有一个称呼 就是小伙子 农二代 我们太需要青年农民了 谢谢王哥 好 那我们来第二个短片 回来之后接着聊 家来我家 你稍微不用干 中地啥都机械化 外边中地的事 我都把 你只要在家里 做个饭去 跟我妈一起 带个孩子去 有了孩子 不够你着急 我妈就月嫂 孩子事都能成年代的 我考月嫂证就为了将来好好待我的宋女子 我就是一个能分实义在在的小伙 不会话说流浪的 如果是事我都做到位了 你能一辈子陪我看日出入落吗 好 来 13号高红 小伙子 以后如果要是咱俩牵手了 你能是在农村生活还是在城里生活 农村 谢谢 高红是希望在哪儿 在城里 你为什么不喜欢在农村生活呢 就是建议的地方 或不喜欢的地方是什么 不是不喜欢 我也挺喜欢的 当然就是因为之前 可能 我可能这人比较要强 然后我之前 出过一个对象 在大学的时候 然后他就说了一句话 然后他就激励我 要奋劲的 他说什么了 他说 他跟我分手的时候 他说高红 如果咱俩以后在一起 你想让我被寨过一辈子吗 因为 因为我家的条件不太好 他知道 然后 然后他就这么说了一句 然后我就没有什么了 我就觉得 以后我自己 就是不靠别人 而且不是没有人介绍我 有人介绍我 就是那种 像小伙那种的 一年挣个几十万 然后或者是 就是家里有车有房 父母都是那种 国企的 什么员工什么的 然后我家的条件都挺好 人一听 这家的条件 不行不行 那你刚才 你看那个小伙 整个的这个表现和感觉 你觉得他 我喜欢 我挺喜欢的 但是就是 就是 第一给我的感觉就是 可能有点 门不当户不对 因为我家的条件不太好 因为他 我也挣不上那些钱 我就是一个护士 然后 所以你会觉得 有一点 有一点不自信是吗 对 而且 但是你要如果说 小伙今天跟我牵手 就让我回农村去 我不会去的 就是我过不了 心里自己那一关 因为我还没达到 我想要的那个高度 好 我觉得至少高红 说出了很重要的一点 真的就是关于 门堂户队这个事 重不重要呢 也挺重要 但关键还是看人 高红 你的眼泪 不要为了之前 对不起你的人而留 为了爱你那个人而留 那才有价值 我觉得农村就挺好的 我有的时候 小的时候去亲家玩 然后给我20块钱 到小卖店 我可以买一大包吃的 然后走前 那个阿姨 还可以送我个棒棒糖 而且还有这么好吃的包米 我一直在这吃都没说话 然后还可以自己 装一些 包米吃到什么程度了 快没了 我是肥白剑的 然后还可以自己 种好多好多好吃的 我朋友家在农村 我每天 每次看下 那个好吃的熟的说 我去上台园子里边 要好广广市的啥的 然后都老好吃了 我就觉得挺好的 而且现在农村 也不像说 现在以前那种农村 特别特别穷 人家也都是 百游马路什么的呀 人家也可以干了 我跟你说 那在 也跟小别墅似的 我觉得挺好的 其实一个人 就是喜欢一个人 不论是在城市里 还是农村啥的 我觉得在哪都一样 配上楼嘛 这个楼上就别了 城市户口 落到农村户口 落不了 我们可以随时随地进城 对呀 所以我觉得喜欢 应该去追 来我要问一下亮灯姑娘的意见 13号高红 我还是那个问题 就是因为我现在就是 这份工作先不能辞 肯定是不能辞 我想靠我自己 说了我说 如果我三四十岁 打片出来 我想我自己手里边 有点钱 我想问 以后能不能来城里生活 可以 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来 掌声有请13号高红 小伙儿上场的时候选择了一下 易中人 要不要把易中人请出来 不用 问一个你想问的问题吧 如果我在农村种地了 有一点破产了 你愿意过了 那个一起 从再算回王吗 对 但是刚才我说了 我说 我 如果小伙儿要是以后 没有回城里的打算 我是不会跟你 今天不会跟你走的 接下来上场的小伙儿 叫小小跟八号和十六号嘎舞 啥样的舞蹈让两位舞王折服 哎不 哎不 这小伙儿咋也把baby抢走了呢 叫死业 叫死业 把录制现场突发意外 这主持人和导演都蒙了 别走啊 一会看 如果小伙儿要是以后没有回城里的打算 我是不会跟你 今天不会跟你走的 我对小伙儿别的都没什么 都挺好的 就是 就是 就也在回农村 还是回城里这个问题 如果小伙儿说以后就是 打算如果就是跟我结婚那天 以后在城里生活 我今天就会跟你牵手 是在农村生活 还是在城里生活 农村 如果小伙儿要是以后没有回城里的打算 我是不会跟你 可以 可以 祝你们幸福 牵手成功的男女嘉宾将会获得由吉林省环球国际旅行社提供的港澳豪华五日游 让我们和环球国旅一起旅行吧 学好一气之长 买车买房有希望 长春狼梦学校 学手全城热恋 让梦想成真 感谢真真饮品的大力协助 回味经典 只喝正宗 荔枝还是真真好 专注酸奶二十年 君乐宝入选国家品牌计划 喝酸奶就喝君乐宝 感谢森林阳光地板对全城热恋的大力支持 森林阳光地板 用艺术承载拼花地板 用品具承诺完美生活 接下来出场的这位小伙子 他身边的朋友都叫他火宝 来 掌声有请火宝 全城热恋 好累 好累 哦 好累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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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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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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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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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